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药材的产区下乡 据您了解目前咱们省中药材的总体种植情况如何呢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来看 咱们总体种植形势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就说大家种植的积极性非常高 在全省中药材种植的面积也逐渐的扩大 然后各级政府的领导也都对这个非常重视 现在很多把中药材作为一个农民脱贫致富 包括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的或者亮点的内容 目前还是做得不错 但是虽然是这样的形势非常好 但是也感觉了有一些隐患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 包括现在有很多农民 他技术上还不到位 尤其是有一些病虫害发生了之后 他不知道咋字 然后也不知道上哪儿咨询 现在就是与科技人员这些方面 科技力量的支持或是沟通不够 我们在大众院校这些懂栽培技术的人 好像还找的人也不是那么多 这一下乡你看有很多农民不善于表达了 还不愿意说善于问了 中药材就像种不好他也不知道问谁 这种就是信息沟通不畅 这旁边应该各级政府领导 需要跟这些大众院校建立起 很好的合作沟通机制 然后定期地进行一些现场的咨询解答 我觉得这方面还应该做一件 让先进的技术能及时地普及到农民 让他们避免在发家支付中投资过大 还整不好反而又转贫 感谢田老师的提示 我们也希望种植户朋友 根据专家的提示做好田间管理的工作 眼下五省将进入到雨季 深农朋友要高度注意防止人参的黑斑病 人参黑斑病病原为半支菌亚门 胶炼包鼠真菌 病菌以菌丝体和分生包子形式 在地上部病残体上土壤中及种子表面跃动 高湿多雨是病害流行的关键因素 黑斑病主要侵染人参的金杆 叶片 果实以及花梗 其中金杆感染可发生于早春时节 人参黑斑病对叶片侵染多发生于雨季 具有典型的病斑表现 不规则的大的斑块 多角的 然后它这个斑块后起形成黑色的煤状物 区别于其他病害形成的病斑 黑斑病病斑形状不规则 颜色深 无明显蕴圈变化 除精液以外 黑斑病对于人参花及果实的危害也很大 果实老百姓叫立杆子 也叫吊杆子 就肿子就干憋了 这果实就干憋了 黑斑病对于人参种植的危害较大 有调查数据表明 北方人参种植区 黑斑病危害率为20%到30% 根的产量就上不来了 然后根的质量也下降了 所以影响很大 根的产量基本上应该造成25%到30%的减残 黑斑病发病受温度 光照 湿度 以及病原量等多种因素影响 管理上要注意遮阳 防雨 通风 秋季要及时清除田间病残体 而眼下即将进入雨季 田间湿度大 更要加强预防 一旦发病 及时用药 春天床面消毒很重要 用这个斑绝 就是饼环座 出苗展业期的时候 打上这个宝链 还有本米甲环座 后期 载业后期 一些个饼环座 物作醇 完了 米菌子 这三种要交替打 打药的间隔期就7到10天 那么除了片中提到的黑斑病之外 咱们身农朋友还要注意 防止哪些病害的发生呢 田老师 人生的那个病害很多 所以说这个在众生户呢 众人生的话 总面临了很大的这个问题 你看从苗期开始 什么有一些什么利窟病 还有这个一到三年生的 这种也算我们叫苗期呀 有那个触导病 这是这个这种病害 然后其他的 你看疫病 又能危害地上部分 又能危害地下部分 然后以及呢 存危害地下边那个菌核病 救护病 这些病害都挺多 实际上除了黑斑病之外 就这个这些病害呢 也都要注意这个防止 那么在选择药剂方面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或者说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目前呢 人参现在这个种植技术 也比较成型 而且人参呢 我们现在产品就是 世界上的流通 我们不是说就卖给我们本国人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地 日本 韩国 那个这个包括欧美 这个一些这个都开始认识 都有这个人身的构金 那么对人身的这个质量要求 就要求那个比较严格了 就是我们用药原则呢 就是应该叫做 用低剂量 那个高效 低残留这样的荣药 就尽量能用 那个叫什么一些生物荣药啊 什么微生物农药啊等等 用这些农药是代替坏农药 但是坏农药也不可缺少 然后现在那个 人参防粗病害呢 我们基林省那个 这个叫生荣办 他们每年都对这个非常关注 都打造基林省叫长外三人参品牌 所以他们在种植技术这块呢 也做了很多这个规定 包括定期的培训 这样的话 人参这块 我就说各个生农 你要在人参这个病存害防治的时候 一定要听他们那个领导的一些 这个文件啊 规定啊 培训的要求 然后那个打一些 那个这个好的农药 坚决不能打过一种农药 然后生产出优质的人参 让我们那个基林的人参呢 在世界上能够更好地流通 这是这块注意 那么当前阶段 我省的道地药材当中 有哪些比较容易发生病害 或者是容易侵染到哪些病害呢 现在咱们那个 这是基本上要进入雨季了 今年也是基林省 那个这一段 反正是雨水也比较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各种药材的病害呢 也陆续开始上来了 随着温度升高 湿度加大 你像有些什么 各种药材的 你像什么 不论是板栏根了 荒芹了 什么那个甘草了 龙丹草了 各种就是 像有一些什么 夜斑病啊 夜枯病啊 这个 这类还有什么 碳疾病啊 这个疫病啊 等等 就随着这季节都上来了 然后这些病害呢 我们具体不同药材 你就注意这个观察 尤其雨水量大 温度高 你及时上填里头 看看有什么症状 或者是按照每年 那个病害发生的情况 提前打一些预防性的药剂 保护性的 你像什么 秀清橘子 这个橘子类药 药了 它不是有保护作用的吗 把它这个 或者是有些 其他的保护性药剂 先给它用上 这样的话 避免 那个病害发生 一旦有症状了 其实打那个 这个 灭杀性的 那些杀菌剂 然后给它彻底帮助 这是这点应该注意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 药材的种植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湖北黄岗市 西水县去看一看 金银花的种植 近年来 当地因势而动 顺势而为 集中力量 打造大别山区域的 中药材种植基地 在做强 道地药材产业链的 第一环上发力 采访当天的一场中雨 将清泉镇天鹅村的这片 50亩地的金银花苗 交了个透心粮 就在两天前 合作社的理事长陈时 还在心里打鼓 这要是天不下雨 合作社六个基地的 三百亩金银花苗 光浇水就得花上一大笔钱 按照如果说没下雨的话 我们投入劳动力的 每个基地得二十个人 所以这一次下个雨 这次下个雨之后 整个结缘了几千块钱 这对我们是个洗雨 黄岗市西水县 地处北纬30度黄金纬度县 中药材资源丰富 被誉为大别山药用植物资源宝库 这里出产的葛根 瓜楼 白鸡等三十多种地道中药材 记载于本草钢木 而用于清热泄火 凉血安神的中药材金银花 就是其中的一种 花它可以入药 可以食用 这是第一个收入 第二呢 金银花花树有树林有四十多年 那么它做盆景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第三个呢 它如果沉遍五十亩 五十亩一栽的话 在这块也可以形成一个风景 这的话对当地的一个乡村旅游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 金银花耐寒耐贫瘠 种植管理相对粗放 西水县野生金银花资源丰富 县内土质松软的港地坡地 适宜金银花生长 近年来 西水县鼓励回乡创业能人 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与销售 去东金春 陈石的合作社 就先后与清泉镇天鹅村等多个村庄合作 共同开发建设金银花种植基地 目前一草屋 中下五十毛 其中牵着村民的头地有十七户 其中有国处的金银富贫屋 有十三户 提供我们入市场主地 供建供乡墨石 村委会牵头组织 村民拿地参与 合作社专业生产管理 公司负责加工销售 西水县推出的公司加合作社 加基地加农户 共建共享发展中药材基地的模式 得到了多方响应 截至目前 西水县共发展金银花 白鸡 葛根 玉竹等 三十多种中药材 种植面积六万亩 道地药材规模化 板块化种植 让西水农业产业链要相似异 那么田老师 金银花是什么类型的一种药材 在咱们省可以种植吗 金银花它是这样 就是说根系非常不发达 就是抗性非常强 耐汗 耐积泊能力都非常强 就是说有一些农业 就是说干汗的各种庄家 都可能是汗死庄家 什么烙死瓜 然后不会影响金银花 就是有这么个农业 所以说它的适应性非常强 但是在我们那个基林省 一般在辽宁南部那块 基本就不能再往北引中了 就是金银花它这个耐寒能力 没有强 就是耐汗耐烙这个没问题 但耐寒能力没有强 所以说据我所知 咱们现在基林省没有 成功的引中金银花 那么在我们基林的小江南基安地区 有一种它叫三银花 也可以跟金银花的药性一样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说这是它这个药材的特点 但是这个药材 它是叫什么清热解毒 什么这些年 它的价格一直都不错 但是我们基林省现在 还严重不太成 如果说农民朋友 想要从外地引进新的药材品种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一般来说 在这个引中 外来引中 一个是科研部门 一般的也做了一些 这个叫什么 比较早的摸索或探索 然后再一个是 就思想比较活络的一些农民 他们也很抢先的 直接就看啥药材区 完了就引中 包括你说在这个陕西地区产的那个单身 也有人引中过来 实际上有些呢 药材跟其他的作物同 就是你外来引中呢 它不叫道地药材 就是药材讲的一个道地性 你比如说你要人生 你说基林人生 全世界都知道 你说那个宁夏枸杞 那就是也全世界都知道 什么折八味 四大块药 就是说这个叫药材 讲究道地性 这就像咱们那个中医 他那个用药 你像你要说托仁堂 他用药材 一定要用道地性的 那个产区 产的这个道地药材 农民朋友就是引中的话 不要轻易引中 要是实在要引中的话 最好跟一些大众院校联系一下吧 下口订单 这个包括有些习性的莫索 你看我们成功的 把西洋生从这个北美洲 引到咱们中国了 现在已经在中国开发 这个成为世界第三大西洋生产区 这是中国引中成功的 所以这个外地引中 但是刚才农民说 那个引中有的可能 不是这么大规模的 就是说有可能我从 这个河南引点 那个地黄各级林种一种 像有些少量的 一般问题也不是 不是绝对的 你看过去 巴兰根不是那个 黑龙江大庆那个产区的药材 那么现在在黑龙江大庆 种的很成功 然后差不多能在全中国 这个巴兰根市场 也有影响力了 这就是说 到底药材不是绝对的 但是引中的话 也一定要科学的引中 这么来说 那近年来呢 很多农民会接到一些 药材种植订单的传单 其中一些传单的诱惑力很大 对于农民朋友来说 我们应该如何辨别内容的真实性呢 田老师 这方面就是 一直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 一个比较难的东西 就是这些传单的一些宣传吧 有钱他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确实因为他想那个让你投资的话 他怎么把你那个动员新活了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需要 这个非常谨慎 就是这些全传单 真实性也没法考证 一般来说你看他那个下头 像咱们说的判断一个产品 是不是三无产品 你看有没有厂子厂名 然后你甚至可以到当地 你咨询一下 就是打电话一下 114 118什么 打电话不就可以咨询 工商注册有没有这个部门 就是他那个一定要找 当然有些大企业 大公司 他要是推广某一个品种 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东西就是说 别要不要轻信 在这个宣传之前 就是你想采用 你换最后打一下123 16 以及乡村司机这块 听听这个节目 看看有介绍 你在下手 我省东中西部气候 土壤资源不尽相同 很多人想通过药材种植 来增加收入 那么不同的地区 分别适合哪些品类和种类 田老师 东部是这个药材最大的产区 它那个种类非常多 然后那个西部就相对比较少 西部一般赖岩碱 赖基泊沙漠地区 或者是比较 海沙量比较大的地区 他们就适合药材 就像那个甘草 枸杞 防蜂 以及黄芹 这类药材 在那块种比较好 然后你像那个 吉林省东部山区 那就是什么人参 西洋参 龙南草 什么蒲公英 就各种东部山区的 这些药材 它那个当地地产 这样是的 然后中部就介绍之间 咱们现在 吉林省把中部地区 一般作为粮食的主产区 所以说种很多药材都受限制 你比如说你要在 吉林省中部地区 你要种为止 每年种玉米的农药飘移 就是粗口机飘移 都会导致它决产 就种了一百种 所以说这个中部地区 就酌情发展 好 感谢天老师的提示 世界呼吸日 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内知名 连锁药房养无极补肺丸 共同发起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大型工业活动 关注肺健康 我们再行动 肺气肿老慢肢老咳喘 患者有福了 咨询热线0431-8681-9900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对于化电市金沙镇密盛村 党支部书记冯丽春来说 如何将当地的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 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如今他找到了答案 密盛村地处秋陵地带 衣衫傍水 河流纵横 种植水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咱们是那个山道谷水库 这不咱们一落 这水自然就下来了 种水稻只要水源好 它就错 我们村现在水稻住 面积有650公顷 是金沙镇第一大的 面积最多 然后我们在经营 这个水稻项目人数 得超过800人以上 冯丽春算了一笔账 如果按照每斤稻米 售价1.4元来算 平均每亩地收入 在1500元左右 而如果想要提高效益 像过去那样 只知道闷头种地是行不通的 去年秋天 秋初五的时候 在稻边 嘎上出了一个新米 也就是咱农户在水田地里头 这么种植的 种植之后提前上市 它们的米 正常情况下 是5块钱一斤价位 如果要是礼品种上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8块10块 我也在想 咱们密盛村有这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不去做呢 用冯丽春的话说 它要让酒香飘出深巷子 为此它开始在村里推广标准化种植 从过去的卖原粮转变为卖大米 再将卖大米当作是卖商品 此外 冯丽春还精心挑选出一片地 将其打造为有机水稻示范田 并采用倒谢共生的种养模式 提高产品附加值 而这一系列做法 也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 眼下密盛村的插秧工作已基本完成 新一批的卸苗也即将运来 冯丽春在打造品牌大米的道路上 有条不稳地推进着 而另一件让他担心的事 也渐渐有了眉目 为了能找到更适合在当地种植的品种 冯丽春和村民们进行了多番考察 我觉得冯丽春是红松地利比较慢 有没有什么经济作物下的可以搞 但是这个水果呢 就是储藏方面的不差 蒸果呢它是属于干果的 要有冷酷的话 您可以储存三年的话 最终在保证成活率和收益的基础上 冯丽春和村民们签订了合同 开始大规模栽种真子树 但这要等到四年后才能见到效益 这段时间冯丽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直到第一批真果上市 当地村民听说冯丽春种真子赚到了钱 纷纷来向它取经 今年在金沙镇的引导下 密盛村与乡邻的两个村六个社合作 将环林地集中在一起 建立了千亩真园 而冯丽春又从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千亩真园在公路沿线 给大伙提供一个油滑的一个场地 咱们这个千亩真园后续的还有就是 西瓜鲜瓜落地瓜 守着公路边上把最好的农产品摆出来 就是开车路过 咱们也能看见这个绿色水道整个的过程 盘活项目是农民增收的关键所在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发展链条 传统方式酿酒是公主领事毛城自证的重要产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 酒坊已经把杂粮种植转化 畜牧养殖紧密地联系到一块 让种植户 加工户 养殖户 闻着酒香走上了致富之路 用一锅烧酒淌出 酒房里弥漫着浓郁的酒香 看着原料车间的库存 酒房的负责人又准备开始调运了 酒房负责人告诉记者 仅此一家酒房 每年就要消耗原粮120吨 在酒厂生产加工的过程中 附近的农户借了不少光 在酒房干活 每人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如果和酒厂签订单 还可以精种高粱 小麦等作物 可以实现生产无忧 销售不愁 每年都收 然后老百姓也信得着 咱们每年它种完了之后 直接就送到站这 而且茅城的本身 咱们酒厂也比较多 用高粱量也比较大 这个东西现在老百姓种高粱 去年的效益非常非常好 一斤高粱去年卖两块多钱 然后一场地要比种玉米 产值要高一倍左右 粮食酿酒 酒糟养殖 酒房的副产品又给畜牧业 提供了优质的饲料 带动粮食加工 促进养殖业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产业链的一个过程 全镇烧酒 每年都产生数百万斤的酒糟 它能很好带动一个养牛液 酿造数百万斤白酒 产生数百万斤酒糟 给杂粮种植户 务工人员提供了增收保障 而要拓宽白酒销入 提高酒糟的利用率 酒厂又推出了文旅项目 我们茅城的烧酒 就是历史比较悠久 据说从元朝开始 就是有这个烧酒酒坊的过程 但是近些年 就是一些酒坊 利用自身的条件 把这个烧酒持续在扩大 酒文化展览厅的建立 将有效提高当地酒产品的知名度 而在酒糟的科学利用方面 酒厂养殖户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其中将作物打捆接杆 和酒糟的有机结合 被作为重点研发内容 秋天包米盖都收回来 就是用这个鸡叠收回来 打成包的一个 你要竞争粮食 它不就粘活了吗 高的里头它起到这个通风 且起到散播作用 就是做通风料 这个喂牛还是可以的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除了与街杆掺混四喂牛之外 酒糟还可以加工成新饲料 这是酒糟 就是咱们加工完酒的酒糟 还得加工不少料呢 豆瓣了 爆面了 完了咱们用这个鸡加工完了 这个就是喂牛 它里边含一些物质好 它比这个喂这个别的料都要全填 据了解 新饲料加工完毕后 将提高酒糟的利用率 继而提高养殖效果 为当地肉牛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眼下对于盗农来说 要加强田间杂草的科学防治 对于水棉这样的杂草 专家给开出了药方 水棉和蛤蟆皮呀 主要是稻田当中水凉 然后呢 那个磷肥丝的过多 容易产生这些生状 林老师介绍说 田间长期积水 水中有机质含量高 磷酸二氨含量多 稻田耕翻次数少的地块 尤其上年水棉发生量大的地块 容易产生水棉 特殊地块 如我省西部的白城 松原等地区的稻田 盐碱较重 可以选择用药 用硫酸酮 用三本肌醋酸锡 或者是三本肌氢氧化锡 这类的 可以进行半土半沙 它变成羊氏 羊丝 它这本肌会减轻的 严重地块 说我下不去 怎么办 你着急了 那你可以用西草镜 西草镜是一种烈性除草剂 稻农在使用时 要注意用量 正常用除草剂的剂量当中 用没有的30%左右 也就是说 用量要少 比正常阳紫草剂少 30%左右 这个用量 用它养下去 也能减轻这蛤蟆皮的产生 专家提示 水棉对水稻的危害较为严重 应提早防止 并注意药剂用量 说完了种植技术 我们再到省外去了解一下养殖技术 发展养殖业的朋友 在夏季就要做好牛羊的降温管理工作 这方面有一个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北蒙古自治区的养羊户赵俊俊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之下 采取了几条措施 效果还真的不错 针对赵俊俊提出的问题 呼和浩特科技特派员周易介绍说 这些是养殖户们会普遍遇到的问题 这几招能帮助养殖户们解决夏季养殖中的困惑 夏天开始就气温高了 羊容易中暑 它有时候不愿意采食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给它通风遮养 然后保证充足的饮水 这样的话它就会避免中暑 而且尤其像放牧的羊 我们应该避开中午最热的这段时间 然后早晚凉爽的时候出去放牧 夏季天气炎热 羊汁体内水分极易流失 因此一定要给羊汁补充充足且干净的饮用水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在给羊汁印水的时候 适当地加一些金银花 大黄之类的泄货药 我们在放牧完回来以后 也要给它补充一定量的精丝料 用于它这个正常的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 羊汁在夏季也特别容易出汗 这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给羊汁补充盐分 进而让羊汁保持水分代谢平衡 促进它的机体循环 同时还要保证四草质量 夏天气温高 拿回来的草也好 还有我们加工的这个精丝料也好 它很容易发霉 变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尽量做到蟹拌 蟹味 然后呢 草回来以后呢 最好把它放到阴凉地 也不要堆放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 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 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6-8627-8628 或者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吧